如果你想怪党之后被自我 一定不能错过 这当史上最自由奔放的访谈综艺 主持人黄瞻经常借机开游 见到女神王祖贤 黑黑一笑 并缩掉去心跳的脸颊 主持人蔡兰除以精湛 和张曼玉聊着聊着竟然换了场地 直接教他用白酒为烤鱿鱼丝 小酌一杯是这个节目的开胃菜 货人驾驶的高档洋酒 共是应有尽有 有人不胜酒地 并直接摊躺在地 聊累了 主持人就和嘉宾去泡温泉 挣桑拿 女明星也不例外 两万两千尺的浴场里 三个主持人和吴马 同一种女星在沙发上自在热聊 你绝对想不到的是 这个当时香港最大的浴场 也只是访谈节目的标配版本 他们还会在无上庄酒吧录制 访问李子雄和司马彦 至于这个酒吧的风格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可以 更奢华的就是顶级豪宅阳明山庄 采访嘉宾便是昔日香港乐队师祖 泰迪·罗宾 最奢侈的录制地点 就是川普王子豪豪华邮轮 访问对象 则是来自日本特色行业的美女演员 逢年过节的时候 节目还会举办盛大的晚宴 邀请数十个艺人玩个通宵 林青霞 王祖贤 成龙 郑少秋等 当红明星也会到场 当时香港更是有个说法 盼了这个人红不红 就要看他是否去国金也不设房了 录制地点千奇百怪 主持风格大胆奔放 嘉宾曾不硬傲人设 可惜的是 这档事业节目只存活了短短一年 而如今的电视节目 再也不见明星肆意爆料 查克打混的自在画面了